想請問許先生 在一開始發動連署的時候 透過網路平台 讓大家知道這樣的訊息 那有沒有遇到一些 正向跟比較是不同於這個 連署案內容的狀況 大概正反的部分 那時候狀況是怎麼樣 其實剛開始做這個提議的時候 其實正反雙方的意見都有 那反對空情進駐的意見 他們比較傾向於 就是把高速公路延伸到恆春 或者是把快速道路延伸到恆春 但是我的感覺上 你再把這些快速道路 延伸到恆春去的話 有可能恆春會變成下一個宜蘭 就在觀光產業的崩盤上面會很難看 那麼在想就是在這個部分的時候 就是顧全兩方面的 一個是醫療緊急候送 那一個是又要維持住當地的觀光經濟 那所以而且恆春機場又是空著 沒有用沒有再使用 所以才會想說 那我們有空情 那空情的有新的黑影直升機的機隊已經進來了 那是不是能夠試試看 那把這個恆春的醫療的部分 缺乏醫療的部分 還有後送的部分 把它體現出來 讓中央能夠比較重視一下這個部分這樣子 那那時候有面對不同的聲音的時候 你有現在初步的時候有做一些處理嗎 比如說網路跟他們回應 一些事情 還是說就是當作 吸收一些不同的面向資訊 有沒有主動要去跟他們做一些互動 其實我們也是有互動 那就是在公共論壇上面 在公共議題的論壇上面 我們的互動部分 其實就像我剛剛在講的 用直升機一定會比救護車快 這是我堅持的一點 所以互動方式是直接回應別人的想法 對 而且就是說 因為有一些東西 他們甚至於會認為說 恆春機場是否能夠全天候的起降直升機 這一點包含民航局的 我們那天協作會議的時候 包含民航局的長官 可能他們自己都也很模糊 但是其實也就是我們目前政府的信息公開 在民航局的網站上面 我們是已經先做好功課 已經有恆春機場的完整的行圖 那證實它是可以24小時提供直升機器降的 那我們才能提出這個案子 以最少的經費 那達到最大的效果 那在網路的討論當中 有沒有因為某些言論影響到你原本提案的訴求 還是說你從頭到尾都是一樣的論述 會因為別人的一些討論法 會讓你想要調整你的提案沒有 有這樣的情景嗎 倒是沒有 因為基本上我都會回覆他們說 那請問有沒有更好的方式 那如果 那如果 那如果說有更好的方式 那大家可以來研究 那如果你沒有更好的方式 那就是這樣 過去有沒有跟政府打交道的經驗 有沒有參加過其他會議 或是打1999 或是其他各種跟政府接觸的 其實沒有 之前是沒有 因為就是 我們的地方政府 有一些問題存在 那可能 老百姓的需求 他沒有辦法直接到中央部門 這你就像 像我 我舉個例來說吧 最近恆春的公共議題有兩個 一個是 三軍聯訓基地的補助 它應該是要用在受災戶的 當地居民的 那個損害設備的維護上面 可是呢 這筆經費 在在政公所來說 完全沒有到災民手上 沒有在受災戶的手上 甚至於補助氣密窗 這一個 這一個補助辦法 國防部的補助辦法裡面 有明確的補 可以補助氣密窗跟冷氣 可是到目前 恆春鎮跟側城鄉都還沒有看到 甚至於我們在公共論壇提出 可以補助的時候 反而遭到 鄉公所以及政公所的打壓 所以 許先生聽起來是說 您在公共議題的討論的過程當中 最常遇到的 是不是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之間溝通 對 反倒是經過這一次的寫作會議 讓我們感覺到說 反倒是中央政府比較好溝通 是 了解 那為什麼會想說 要透過Joint平台提案 有沒有想過其他的方式提案或是倡議 一般來說 我們會 以前的方式會在PTT 或者是爆料公社 但是這一些 這個我是覺得 因為這個議題會牽扯到很 很大的一個方向 對 而且這可以屬於國家政策 那 我的觀念是 我們不能用輿論來 來脅迫政府 改變方向 改變方向 我們要提出 我們要提出一個 合理的方案 或許不是最好的 但是能夠讓政府 聽到我們的聲音 我們的需要 那 政府這邊呢 他或許會提 想到說 我們所提的方案不可行 但是他能不能 他會有一個替代方案給我們 就比如說 像這一次空勤 後面就是把 那個 恆春醫療的部分 列為國家政策 這也是一個方向 那 我確認一下 您的說法 意思是說 其實 您有想過 或者是觀察過 這些倡議的方式 包含網路平台 包含 BBS 等等的 您觀察的結果 您覺得 還是選擇 用Join平台 來作為你提案訴求的一個窗口 是有經過這番考量 對 而且我的看法是 政府既然提供我們這個平台 為什麼不用 我們為什麼要用輿論來綁架政府 當中是什麼樣的管道 知道這個平台 其實也是 偶然看到一個新文 我忘記是哪一個提案 那有沒有想過說這一次提案會超過五千人連署 其實 當開始連署的時候 心裡面沒有底 而且還有一個就是說 在提案 在複裔過程中 有一個困難度 就是說 需求的這些老人家 他不會用電腦 那 當時我也有打電話進來 就是說詢問過 而且 甚至於我們也準備紙本的那個授權書 就是讓這些不會使用電腦授權我們的小組 協助他們做複裔 那 因為相當於就是說 我們不要做假的數據 好 我們每一個複裔 都是真實的 甚至於連紙本我們都有 後來紙本的部分有成功可以算作是 那個 複裔數嗎 已經超過五千就 就沒有 就沒有再用到 對 那有實際去做嗎 有 都有 對而且 就先準備好這樣 對對對 那 原來就在這一個案子 現在告一段落之後 這些所有的 因為牽扯到個人隱私 所以全部都是消毀掉 所以這個提案從 開始宣傳一直到最後 超過五千人這個過程 呃 聽起來是蠻辛苦 需要做過很多努力 嗯 那這些努力的過程中 您覺得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樣的 動作 呃 其實 最深刻的是 就是 突然接到你們的電話 而且說 下來很蠢 我們 呃 我們小組 可能有人眼淚都掉出來了 真的嗎 對 那 那時候 接到電話的時候 可以說一下那時候的過程嗎 對 很緊張 那 接到電話 接到電話的時候 覺得很緊張 那 就整個小組就開始在想 有什麼不足的地方 呃 甚至於我們在定這個討論提綱的時候 有什麼不足的地方 甚至提綱定好以後 我們還有哪些不足的 而且我們需要拿出哪一些 正式的書面的資料 在寫作會議上面 可以作為 作為參考的部分 那 什麼樣的契機觸發 您覺得 敘事考資料有沒有不足 呃 當然是 有人會疑慮說 呃 唐政偉這樣率對下來 可能是作秀 但是我們 呃 我們的想法是 我們把資料都準備好了 他沒有後續 那就有可能被他們說中了 但是 我們 再怎麼樣 我們為了這塊土地 我們盡力了 許先生您剛才提到說 整個過程 呃 有一群小組的朋友 跟你一起做這樣的努力 是 那這個小組的成員 是怎麼樣聚集在一起 呃 其實我們都是透過網路 哦 甚至於小組裡面 整個小組裡面 有人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見過面 對 那在 嗯 接到電話之後 到來參加協作會議之前 這個過程當中 還有在做其他的事情嗎 除了收 把資料再收集更完全之外 嗯 其實到 呃 當時就 也 呃 本來參加協作會議的名單 沒有列進去部分醫院的院長 跟副院長 那我們也是 因為我們小組裡面 有一位是 那個媒體的主戰記者 那這些 相當於他就是我們公關啦 欸 那整個小組裡面的分工 就包含法 法務 還有資料收集 還有 民意調查 好 這個部分 我們 相當於是一個 團隊的 合作啊 那許先生在 呃 被通知之後 然後要開始來 呃 進行協作會之前 嗯 還沒進入協作會的時候 那時候你對協作會的想像 大概會是什麼樣子 嗯 當時的想像 沒有想到 增長這麼大 呃 呃 當時也就是想說 欸 可能就是一個會議室 呃 大家做下來就是像一個會談這樣子 呃 當時沒有想到 是還做了全程的直播 還有一個 呃 呃 竹字稿的一個 這些部分 那 呃 呃 怎麼說呢 證明我們的政府 有著用心 謝謝 嗯 除了直播跟竹字稿之外 當天有沒有什麼樣的 呃 呃 事情是跟你的想像 落差很大 嗯 落差比較大的是 是 是那個 空勤的部分 呃 當然是 當然我們是 呃 你像 我們做 對我對空勤現在有很大的功夫 包含他的 他在高雄要 有五億的經費要蓋棚場 這些我們都調查出來 所以現場是建議他 你就把這個高雄的棚場 你搬到恆春來吧 那 呃 實際在開會的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我們會議的過程 呃 幾乎所有的時間都是在釐清各個不同的 對 脈絡的這個狀況 那 這個 這個過程當中有沒有令你 比較印象深刻的互動 比如說誰說了什麼 那你覺得 呃 這件事情很重要 還是其他的互動讓你 現在還記得起來了 呃 呃 印象最深的是唐振偉那句話 呃 恆春是 本島中的離島 那 呃 呃 在參加這次協作會議之前 有沒有參加過類似的會議 或是 工作坊 或是論壇等等 呃 沒有 那 呃 可能一些比較 其他的厲害關閃 像是 呃 專家學者這些等等 或是民意 代表的 相關的團體這些 呃 是不是也能用這一種方式 就是把各項的厲害關系列出來 誰的困難點在哪裡 誰的困難點在哪裡 誰的問題點在哪裡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可以做 那為什麼 有些部門不能做 那 我們把它 呃 我覺得 我會有這種建議 嗯 當天我們有實際上 有用到一些工具 是 像是slido 對 那slido 你覺得slido 當天有沒有試著用過slido 有有有 對 當天是沒有試 沒有試著 但是有 呃 有去 研究說 怎麼使用 怎麼去看得懂 這個slido的一個流程 是 對 所以 到後面 呃 就隔了幾天 我們在訂稿的時候 之前 我們連夜再趕上來補充 對 對對對 我們連夜再趕上來補充 那當天也有新制圖 對 他剛才在講的是新制圖 喔是新制圖 對對對 那 那這樣子的方式會不會 造成你們的困擾 比如說不容易懂 對不容易懂 呃 其實 有一 對於沒有使用過這些的 齁 他會有一點點難懂 對 那當初 您個人的經驗 的部分 從 還沒參加 然後都參加到最後 跟這個 方式的關係 你覺得有沒有幫助到您 呃 您在整理資料 呃 有 其實像我現在自己 在工作上 我也開始在用這個模式 那 像是 主制稿的這個部分 有沒有對您在參加過 呃 參加會議之後 有沒有什麼樣 後續的效用 呃 其實有 就是 正是因為 主制稿的部分 我們在後面 再次的 審視一下這個主制稿 然後 會發現到 我們漏掉了什麼 那 直播這個部分 呃 您對直播這個部分 有什麼樣的想法 你覺得在這次 因為當時是要求說 希望可以直播 嗯 那 您覺得在真的直播之後 呃 對於您一開始希望直播 後續有沒有一些落差 還是覺得 它的效果有沒有出到效果 呃 我是覺得在直播之前的宣傳不夠 哦 因為這個 因為既然是公共政策 呃 其實可以像 呃 怎麼說像立法院頻道那樣子 嗯 對 那 就是說 我們在什麼時候開始 在哪裡開始直播 這個提前先預告出來的話 可能 會有更多的 民眾來參與 就比如說 前一個禮拜就告訴大家說 嗯 哪一個時間點會議會有直播 對 那大家也許很關心的 他就會把時間空下來 對 而且加上這個會 寫作會議 我們是可以在 可以做一個 互動 對 對 那 就在寫作會議的過程中 我們會 跟我們的意見 可以再加入新的意見 嗯 嗯 那會覺得 當初 嗯 不夠早 是因為覺得當天的時候 嗯 在 網路進來的意見 其實量不夠多 對 希望之後 可以再更提前跟大家說 是啊 嗯 在這次參加完之後呢 如果有朋友 對公共議題有想法的時候 您會跟他分享這次參加 寫作會議的經驗嗎 嗯 有 對 你會推薦就你提開 呃 包含就是 像 最近長的 裁程案的 那個 要求氣象局公佈資料 所以那個提案呢 是 我也不認識 對 但是就是 在提案方面 我們做 我做一個 我們會做一個經驗的分享 對 所以是網路的朋友 然後他詢問您的意見 也沒有 就是 也 呃 就有的時候 一直在吵 一直在吵 看得很煩 啊 你 你去做個提案嘛 嗯 感覺比較容易被接受 對 那 這次 您所提出來的這個建議 能慢慢變成具體的政策 想了解一下您這個階段的一些想法 呃 其實 他現在從空禽的直升機進駐 現在 變成具體的政策是 在醫療方面的硬體建設 但是 可是 我們這邊是 覺得比較稍微有不足的 因為他 醫院的重建計畫是 從一 到一 應該是一百零九年 但是有硬體沒有軟體啊 沒有人員啊 那我們目前執行的醫中計畫 它也是到一百零八年 那 可能 這個部分 就是說 看 建議是不是 提前 檢討 醫中計畫的後續 那讓橫村這邊的鄉親 那讓橫村這邊的鄉親 你比如說 醫中計畫 從一百零八年 這樣會不會比較好啊 嗯 所以 許燕聖您現在 敘述的這一段建議 衛福部知道了嗎 嗯 還不知道 所以其實可以透過任何形式 比如說 發E-mail給衛福部 給我們 或者給衛福部的頭 我想過這一個 再來做一次提案 那其實 其實這個建議 我 考慮了很久了 那我覺得 這是一個比較小的一個 建議 應該 因為屬於空前案的後續 因為 就 病案處理就可以了嘛 不用 不用再勞動那個 不用再讓 浪費這麼大的資源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 後續在檢討的時候 可能可以再把這個建議拿進去 就我的了解 有一些提案的人 是會很主動的 就跟部會聯絡說 這個案子的後續 我們還有一些建議 那其實 因為已經開過協作了 所以 部會的接受度 也會相對高一點 是 那 在 在 恆春在地的這個社群 不管是實體 或是 網路上面 有沒有繼續再討論這件事情 在這個案子之後 呃 有 那就是 我剛剛在說的是 大家會比較擔心的 就在 醫護人員的 人員的部分 所以就是剛剛在提的 移眾計畫的延續的問題 了解 那目前的結果 有沒有可能提升 恆春在地民眾對政府的信任 透過這次的一些作品 呃 其實我是覺得 恆春的民眾 他們要看到 醫院改好 成果要出來 對 而且是真的 醫護人員不缺 對 對他們 可能以他們的觀念來講 眼見為憑嘛 當然 對 那許先生就這一次的 嗯 溝通的經驗 來說 您個人本身 對政府的信任 呃 很大的加分 謝謝 那有沒有覺得 還可以再做得更好的部分 除了說 剛剛提到的一些建議之外 有沒有在程序上 溝通上面的方式 希望可以 可以我們再做得更好 嗯 就是 就像剛剛講的吧 就是直播的預告 嘿 這樣可能會 在進行溝通上面 會做得更好 那 沒有的嗎 再 嗯 我想問一個問題是說 嗯 作為一個提案的人 那後續有沒有 想要對我們 整個 整個協作會議 有一些建議 或是希望他未來 變成什麼樣子 嗯 給我們一點指教 嗯 其實我是覺得 喔 像恆春這一次 是第一次離開台北 但是 很多 有一些提案 他們也不僅先離台北 那麼是不是也該出去走一走啊 實地上看一看 實地上看一看 像是廠刊的時候 前期廠刊的時候 可以開放讓提案人陪同 對 對 你像這一次 呃 空琴他下來廠刊 那 其實我是透過其他管道才知道 知道他們下來廠刊 那麼 因為我 呃 可能會他們對 我這邊 這一部分的專業可能會 呃 比較 了解狀況 可能會比較不清楚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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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講 我是蠻希望說 先期的廠刊 可以做一個陪同 前次的準備的作業 對 除了工部門自己的同仁之外 其實提案人也可以 在這個時間點就開始參與了 對 了解 呃 這是很好的建議 因為這樣子的話 在廠刊 因為 我們 當地 我們在當地生活 工部門他下來 呃 長官下來廠刊 他 不見得他知道 我們講的點在哪裡 嗯 確實 對 如果沒有